到这里不累是不可能的 就是辛苦的必须和他续促是不是 接受教育是他唯一的出路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困在笼子里面 我希望他走出去 我儿子上高一的时候我就在这边陪他了 他现在已经高三了 我们那个地方不怎么注重教育 听别人说 说这个需要是蛮好的 就想着到这里能把孩子 改变他一下命运吧 我在这里找一个作坊 就是加工的衣服的 就是配做妈妈 我就想着我自己在这里 多少又会了一点这个手艺 就这样不管挣多挣少 切铺一点点 我每一天要最低的十个小时 时间很长 再配面 好的 再配面 他爸爸在外面打工 我跟着配读 读书感觉就挺辛苦的 关键他不念书这么小的年纪 是吧 就是辛苦 这必须还得去做 是不是呀 好烤 你准备起来怎么搞的 那个小伙子就大了 对生活的人呢 不是五年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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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人的 这位的母亲 我是小学的没有毕业 我干了一辈子的话 不能让她跟我一样 毛丹草 并不是觉得很枯燥 学习嘛 就要竞争在里面 让别人做得好 你就想做得比较更好 就这样 考上大学 农村了嘛 又有点出路 以前在高二的时候 他在东门里面 然后 就每天都可以看 真的很感谢我妈 下雨的时候给他送伞 我第一次遇到来的场合 因为楼层人多嘛 就像蚂蚁一样 一个挨着一个 根本就搂不动脚步 你觉得这些小蚂蚁 能爬得出去吗 能爬得出去 到这里面我讲的 就不管他考不上考不上 走从毛单场走出去以后 孩子都很棒的 他们能吃苦 结束教育 是他唯一的出路 起码毕业了以后 可以有点受惑 就是现在受罪受罪 不是现在打工 就打一辈子工 没有苦中苦 难又人上人了 如果没有考上大学 我不会再责怪他 他个性有点随我 很强 就是考不上落榜了 他不会选择自己 在我们老家